由香港在出發大聯盟、民建聯等42個團體 組成的建設力量 8月9日發表《香港要變革》 攜手創明天的聯合聲明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及推動經濟等多方面變革 並首先感謝中央派員協助香港抗議 生命無價 健康無價 感謝中央及香港所及派員協助擴大核酸檢測 幫助建設方艙醫院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善用國家支援 借減內地在抗疫方面的成功經驗 調動一體力量 加強追蹤和堵塞病原 繼續嚴控集聚 盡快控制疫情 維護民康 聯合聲明指出 當前香港站在一個重要歷史關口 建設力量以市民福祉為依規 理性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施政 並提出四點共識和希望 包括人命關天 抗疫優先 恢復經濟 舒緩民困 推動變革 突破困局 放下旗艦 守護家園 聲明中提到 社會動盪加上疫情衝擊 雙重打擊經濟 要求特區政府儘快通過健康碼 互任實現粵港澳大灣區聯防聯控 進而逐步恢復兩地人員 及經貿活動的正常往來 促進經濟復蘇 當日出席記者會的人士包括 香港立法會議員廖長江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自由黨主席張宇仁 公聯會會長吳秋北等